彭屋有家掛包店賣的掛包呢 有成人拳頭這麼大 原來呢他是用饅頭夾滷肉荷包蛋 以及榨菜絲 那麼當初呢是當成早餐來賣 所以現在業者呢 交棒給年輕人由孫貝來接手 但是好味道一樣沒改變 好吃好吃好吃 梳起大拇指直說好吃 朝思暮想的好味道又重出江湖 不過這掛包的份量可不小 這個味道太好了 會不會想念這個味道那時候 會會會 吃不到怎麼辦那時候 沒辦法就沒辦法 現在又回來買 因為疫情暫停營業一年多 8月底又重新開門做生意 澎湖這家掛包店沒有華麗的裝潢 卻有澎湖人記憶中40年的好滋味 簡單手作饅頭夾快滷的入味的滷肉 再配上荷包蛋最特別的是榨菜絲 也是從以前阿嬤他們那個年代就有帶起來 他會好吃主要也是因為有加那個滷汁想吃 是是是 就比較簡單然後還有還有那個加糖 是 他太酸會強迫那個做掛包的味道 這可是傳承自奶奶的手藝 這家澎湖文明的饅頭掛包陪伴不少澎湖人長大 靠著扎實饅頭軟爛滷滷肉 份量遠比一般掛包大 現在更是排班計程車司機的最愛 王爺爺澎湖公軍基地退休 民國69年就開了這家掛包店 過了40多個年頭 現在傳承到了孫貝手中 阿嬤做了40年了 她就覺得說好像可以回來再繼續傳承下去 是是 試看看 試看看 因為自己本身就想要試看看創業這條路 簡單食材用心做想吃重口味 店家還另外提供辣椒豆豉 也難怪客人一吃成主顧 吃進的不光是記憶中的味道 更多的是懷念 記者林靜彤澎湖報導